昆林自从怀上三胎以后已经数月过去,如今即将临棚。 俊逸他本人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还自曝发现怀孕了纯属意外, 而老公周杰伦得知以后非常开心,还称这个即将到来的宝宝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 据昆林自己爆料,发现怀孕还是去年去法国旅游途中, 当时到了国外因为饮食差异导致有点排便不顺, 于是想要去医院买点治疗便秘的药。 买药时,医生问他有没有怀孕,能不能开强效药时, 昆林还自认为没有怀孕,检查之后却发现原来真的已经怀上了宝宝。 这个结局让昆林十分意外,赶忙回去告诉了老公周杰伦。 周杰伦十分兴奋,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, 但依然觉得这个宝宝的到来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。 周杰伦和昆林已经结婚七年之久, 两人也先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 如今在为人父为人母,心情还是非常的喜悦和激动。 昆林透露起初两人并没有打算把怀上三胎的消息公之于众, 只是想等宝宝出生再公布好消息, 只不过吃瓜群众们对昆林的肚子一直比较关注。 年初就一直有人爆料称昆林疑似怀上三胎, 看着大家猜测不已, 周杰伦才出来官宣, 告诉大家家里是真的有好消息了。 虽然只公布了怀孕, 但是却没有透露孩子的性别, 这下网友们又开始讨论了起来, 甚至还从昆林和周杰伦官宣的治理行间判断这一胎可能是女儿。 果不其然, 昆林在四月份的时候分享了一家人度假游玩的视频, 视频中还写着我的公主, 这下算是暗示自己怀上的三胎四位小公主。 据中国台湾媒体报道, 周杰伦自从昆林怀孕以后就停下工作在家陪她代产, 这期间两人就像是一对平凡的小夫妻, 没事逛逛公园, 约上三五好友来个聚餐等, 非常歉意。 毕竟照顾怀孕的老婆, 对于周杰伦来说也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情了, 如今昆林的预产期即将到来, 他们一家四口也终于要迎来了第五位家庭成员了, 期待他们的小公主能够早一降临吧。